欢迎各下搭乘西家航空JAL Jessica Airline 航班即将起飞 无请各旅客 扣好安全带 我们的机场谢世家 和每次都可能不同的导游会揭尽所能 将他们的所见所闻 去过没去过 试过没试过 或者被人认出是游客 所以被人骗了 舌底过的东西都告诉你 务求令每一位搭乘 都可以放眼世界 即使逼在豆腐润这么小的地方 都可以宇宙无限 我和你一位搭乘的地方 我和你一位搭乘的地方 你爹 vive dalli con vos crecer juntos los dos olvidarnos todos morir de amor saber si hay vida normal afuera de mi soledad No le tengas miedo al abismo Es el vacío después de reír Lo siento aquí, dentro de mí No hay tiempo, ni prisa, ni el fin Vivir allí con vos, crecer juntos los dos Olvidarnos todos, morir de amor Saber que no hay vida normal Afuera de mi soledad No hay tiempo, no hay tiempo Dice que te para ver Estoy en la siguiente 都是有一個Facebook Fan Page 你很容易搜尋到 903 Jessica,那就是了 一早已經在網上預告了 今天我會帶你去馬爾代 這個星期的西加航空導遊 是一個陽光小子 或者陽光味很重的人 真是黑黑實實的 果然是馬爾代夫回來的朋友 Hello Jason,歡迎你 Hello,你好 話說我約這個人訪問 是約了一陣子的 因為他根本人都不是在香港 我要等到你回來香港 當然我不是特意等你 我在其他嘉賓訪問 今天終於見到你了 你是小優回來香港的,是嗎? 是啊,我是小優 我在香港大概一個星期 我拿了兩個星期假 我一個星期待在香港 一個星期我就去日本 其實明天我就去日本 就又走了,是吧 這些旅遊人生多麼多人嚮往 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陽光小子 Jason 當然在我們世界航空的Facebook Fan Page 或者是世界的Facebook Fan Page 我們就會有Inbox 因為不少朋友 或者喜歡去旅行的朋友 就會分享他們自己的故事給我 說真的,我真的不理會 你知不知道他分享一些什麼給我 是嗎? 去長洲嗎? 長洲有時候也有些很棒的東西 可能他分享 去台北上印水產 有什麼好看呢?是不是? 你為什麼分享這些東西給我? 當然啦 不同人有不同的故事 當然都有他們有趣的地方 看看是不是你杯茶 Jason就告訴我 她是一個香港人 但是呢 就在馬爾代夫教潛水 還有留在那裡 然後我問她 你什麼時候回來? 還不知道的 剛剛才聽她說 剛剛回來小優而已 究竟為什麼會去到這麼遠的地方教潛水 你是不是從來在香港教潛水 然後被人挖角呢? 就好像以前 九七年代 你在香港做點心 然後被一些英國的大機構 挖了你過去順便又移民 你是從何開始 為什麼會去馬爾代夫做事呢? 其實 OK 那我講講 因為其實我不是挖角那麼厲害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潛水教練 但是只不過我有少許不同 就是其實我的來源是澳洲的 其實在兩年前 講回之前 其實我一早很小就已經 都不是很小 其實我現在都不小了 OK 我… 樣子像25、26 謝謝 謝謝 不知道是不是經常在這些 度假天堂生活 沒什麼煩惱呢? 人是可以保持得年輕一點的 應該也有關係 可能是 可能輕鬆一點 沒那麼緊張吧 你在度假天堂 其實你天天都是天堂 天天都是 天天都是 天天都是陽光與海灘 即是你說的是很多年前 十年前 正正十年前 其實我香港已經有個 助教的潛水教練 其實我跟正常香港人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小學 潛水 小學、中學 畢業、大學 找工作 然後其實在工作中 做了大概五年左右 都是好像平常人家 working holiday 可能受不住壓力 或者可能想伸衝一下 或者最直接來說想逃避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逃避 我缺了工作 我去體驗生活 其實你不想面對香港的工作 很痛 某些人是 然後有個朋友跟我說 這回事 其實我之前沒有 idea 即是Working holiday OK 然後我心想 其實我去澳洲Working holiday 如果我在Cairns Cairns有大寶椒 其實我無論如何都能生存 可能側頭側尾都 總算找到餐飯吃 因為你去之前 已經有一個潛水助教 是的 所以試一下 很快 其實我跟朋友聊完 有這個 idea 之後 其實我真的快到 第二天已經是上網 register了這個 Working holiday 申請了 是的 然後很快 然後飛了過去 大概我想申請去到 我飛大概兩個月內 就完成了 很快 你去的工作也要一個月通知 姐姐 也是 因為之前的工作 其實跟香港人差不多 我心裡很緊張 其實我還存了很多假 存了一個多月 都還沒放我假 一遞信即走 即走 還有錢 還有機票錢 OK 接著飛了去Cairns 但是不是我所願的 去到真的有工作 去教潛水 原來Cairns的要求是很高的 就算所有 帶一些客人去潛水 或者可能做 執頭執尾 甚至乎 都要是instructor 都要去到教練資格 嗯 即是未夠班 是的 可以未夠班 自己在香港就以為 應該都沒事 我有個這樣的助教牌 你走開一邊了 你去到澳洲 真的走開一邊 那時候 那時候 我之前的期望就是 啊 執頭執尾都應該有飯吃 這樣想 但是去到呢 就真的沒有 那時候呢 我還帶了 只不過是三千元左右的港幣去澳洲 嗯 所以我就很急不急 很狂 是的 我找過很多份工 但是都是 可能現在比較多人去工作假期 所以工來講是比較難選擇的 那 然後呢 你十年前去都多嗎 那時候 我十年前去學 我十年前去學 我前兩年去工作假期 明白明白 十年前去學潛水 是的 2012年我去Cairns OK 真的很多人去 很多人 是的 還有之前我們在節目都講過 聽聞 又有黑工出現 是的 很多 因為太太人找不到工 他就會自貶身價 就是我黑市都幫你做 是的 其實現在過去的人 都不是很享受 但是現在很多 變了濕 都很辛苦 所以聽聞有一個趨勢 就是大家 當然大家的目的不同 有些人就避開不選澳洲 也是 反而去日本 或者德國 是的 韓國也有 是的 那你就知道出事了 是的 有問題就做了 以為撿頭撿尾 這個我發聲 是的 但是呢 給我輾轉之下 找到一個post 就很有趣 是 那他呢 雖然是沒有錢的 我是沒有income的 一元都沒有的 但是呢 他就要我 幫他 在船上撿頭撿尾 或者帶客人下水 幫他打工 就五十日 五十日呢 他就幫我免費 找個教練 給個牌給我 嗯 然後就不用錢 我考到一個instructor這個牌 那你就可以有事做了 那五十日有沒有人工的 那五十日是一元都沒有的 是一元 吃都有吧 那你放心 那呢 他是包了 那我說一下五十日經過 其實很簡單 那五十日經過呢 我就 就基本上呢 全部日子都是住在大寶礁的上面 因為他呢 五十日呢 他可能三日一個trip 那我就要stay在那艘船上三天 那艘船呢 就在大寶礁的外面 那就是等些下潛水啊 渴潛水啊 那三日之後呢 那三日有些什麼呢 那在船上沒什麼 只是潛水 早上潛水 六點多潛水 然後最後那個light dive呢 就可能是七點八點 那之後呢 就沒事做的了 那怎樣形容這種生活 有權是很享受的 因為說的是大寶礁 海天一色 真是全世界可以是最美的一個潛水領域 也都有權 聽你說 哇好悶啊 大哥 天天重複五十日都是做這些事情 你當時的感覺是怎樣的 我當時的感覺是 因為始終都有新鮮感的 因為可能在Kens呢 就很多外國的人來 可能俄羅斯啊 日本啊 韓國啊 美國啊 什麼人都可以來 所以你會認識很多人 或者 還有你要學很多東西 因為現在是prepare 做一個教練 所以你就要主動問很多東西 其實那時候都很興趣的 那只不過是沒有什麼自己的生活 不論我只是潛水和潛水 嗯 那你就喜歡潛水而已 OK的 OK的 那五十日就是 可能假設一個星期有七天 我有三天在船上邊 第三天我就會下船 下船我就可以休息一晚了 那自己回家啦 住一晚而已 那之後那一天呢 又再上船了 那又三天 就是可能一個星期是七天 有三天都住在大寶礁上面 現在這樣問你就是 艷未啊 這一輩子還想要回大寶礁嗎 大寶礁其實對我來說 就真的挺艷的 哈哈哈 人家夢寐以後說真的 我也還沒去的 我可能七月會去啊 但是你已經覺得 嘩 別搞了 大哥 你想想啊 我在船上 可能帶到一些客人 或者跟他們的教練 潛水 我一天最多 可能潛四至五次 那一個星期就 我上班六天 你當平均四次一天 四六二十四個星期 其實幾喜歡都假嗎 其實你想說的就是 看光了 喂 那大寶礁出了名 珊瑚最美好美 你一個星期或者一個月 甚至五十天裡面 你真的潛水了很多次 可不可以說 其實都看光了 看光了 看得覺得很悶 很艷 基本上真的所有東西都看光了 最特別的一次 其實我第一次 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第一次叫我 你陪客人去Slockaling 我第一次跳下去 我就已經可以跟海龜一起浮潛了 所以你再問我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我在大寶礁都 唉 厲害了 大命了 以我所知大寶礁是很大的 還有不同國家的團 或者不同的人 都會霸佔不同的入口 我有聽聞 由不同的方向這樣進入 譬如我們香港或者國內 就是玩熟了某一個區域 你就這麼熟大寶礁了 Dive了我 有沒有1000次 我不知道你 有沒有提示給我們 如果我們自由行運 我們應該從哪一個入口 甚至有些人已經這樣說了 未被污染的那一部分 有什麼提示給我們呢 其實他有很多選擇 很多潛水公司選擇 我想因為之前有一個很出名 叫陸島Green Island 其實現在差不多都不Green 就是我在說污染 旅遊污染也很厲害 我沒有去過 但很多人跟我說 都說 去到上面那條橋 煙頭比那些沒有更多 很壞 破壞到這樣 還有去周邊附近 都已經污染了很多 如果你說我可以給各位一些提示 其實你可以加入一些 即是你不介意 可能在船上長一點 或者坐船 不怕雲旋浪 其實你可以去多少外寶礁的地方 外寶礁的地方 因為很多人 都會加入一些 一日到的團 一日到的團 如果去外寶礁來回 他們就未必夠時間 所以真的要加入 可能在船上兩三天 那些才能夠出到 那出到去當然會漂亮很多 那或者有很多 那些是一定要 潛水的水平是否要很高 Advanced Level才行 都不用的 你可以有最低級的Open Water 都可以 或者你可以做Discover Scuba Diving 即是沒有排的 都可以有教練帶你去做一次 可以的 很害怕的 我說一些很瘀的事給你聽 我考極都考不到牌 所以我現在很擔心 但我又想去外島 但有的可以的 有的可以的 還有其實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就這樣潛水 或者我聽說 之前有一些就是去 可能你在碼頭出船 大概坐四個小時的船 就去一個地方 那個就可能叫Sharp Pond 然後他就有很多魚餌 放了一個 可能你在外面的走廊 有一個很大的垃圾桶 那些垃圾桶裡面 就裝了很多 吞拿魚的急凍了 放了進去 關了蓋 那些客人 可能有十個人 享受這個活動 那十個客人和教練 就一起調到水 那就是那個垃圾桶 那個垃圾桶有很多 在吞拿魚裡面 吸引一些大魚 是啊 是啊 很壯觀的 那個垃圾桶 可能放在中間 放在珊瑚中間 放在石中間 然後那些客人 就圍住在旁邊的珊瑚 那些珊瑚 可能又拿著石 那當然是保護珊瑚為常 那跟著呢 那個教練 就準備好所有東西之後 他就打開垃圾桶蓋 那所有那些吞拿魚 那些急凍的魚 就浮出來了 那周圍那些鯊魚 更多那些客人 十幾二十幾三十幾條 鯊魚就圍住垃圾桶來搶 不危險的嗎 哇 那個很震撼 其實不危險的 因為很多人都感覺 看看鯊魚 大白鯊 大白鯊 會不會咬人 其實很簡單 那些鯊魚 都不一定咬人 其實鯊魚 都覺得人不一定是好吃的 還有 他們不會特別吃 一些給他們的口大 的食物 所以 即是肥一點有好處 是 小小的那些小兒 我擔心 那可能很多鯊魚都想吃 好害怕 即是有這個項目 也是很受歡迎的項目 也是很受歡迎 那就可以近距離拍到鯊魚 其實你有興趣 你上youtube 其實都可以搜尋一下 怎樣餵鯊魚 好多 但是 你是內部人士 應該有時候有聽過 偶爾真的沒有意外發生嗎 其實都很安全 以我的感覺 以我觀察來說 我去了這麼久 我都沒見過有什麼受傷 最受傷的就是 可能一些 不是太有知識的 遊客 去Slocker Lane 可能 他踢到一些珊瑚 受傷之外 其實都很安全 即是沒有鯊魚咬人 沒有 絕對沒有 因為其實不是很多品種是咬人的 就是鯊魚 可能大白鯊 或者虎鯊 其實有些你想見他 都難 都很難 我也想見他 在你的水域是沒有的 我們先說大寶招 因為這個不是今天的主題目的地 主題目的地 是Jason 他去了馬爾代夫生活 而且做潛水教練 另一個的度假天堂 更重要的是 我們應該猜到 那五十天 換來的就是一個潛水牌 那你就在那裡 在用一年Working holiday的時間 考完潛水牌 是不是因為這樣 然後就可以順利地 過了馬爾代夫呢 答我是還是不是 是啊 那等一下開始吧 那等一下開始吧 揮之不去 為何未遇別人自私 隨便讓你將一切忠貞而除 而你問得這一句 而我亦要扮作允許 總有人大方 他跟你在前方 所以是我未隨著你 偏不敢見光 誰夠膽公開這種關係 公開對你的責任 不去問你 故誰仍然問 只尊生我可放低 還擔心你明日的安危 擔心你纏著他歡愚之際 可將界線逐漸插位 可將我倆完全插位 快樂一世 若我可從想你別人問 你為何供你這段日子不再見 我是否應過搶答 有第三者的出現 有第三者的出現 真相未曾濃清 心一載的提醒 當我未見那人共你 抗壯的背影 誰夠膽公開這種關係 公開對你的責任 不去問你 共誰仍然問 只尊生我可放低 還擔心你明日的安危 擔心你纏著他歡愚之際 可將界線逐漸插位 可將我倆完全插位 快樂一世 空中可以洗 不需要忌諱 但我 但我想你發誓 願意搞清楚這種關係 即刻我絕口不提 不會將你 未曾原諒我 這一生也不放低 曾經說過的細死一齊 今天以前著他歡愚之際 怎麼你要判役到底 怎麼你要疫情到底 報復一世 一個人生活未必是慘 是我只有一次未拿捏好 然後犯錯跌入誰的擁抱 假如你生活在 最後我終於振脫 馬爾代夫 最後你沒有放低 不過是否如想像中那麼正 稍後回來我們今天的導遊先生 會告訴你 他是紅卓立獨活